大家好,我是院长David 如果去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地球上出现的最多不明飞行物体的地方是哪里? 大家会想起哪一个地方呢? 是美国内华达州组称51区的空军基地 还是美国阿里桑拿州的凤凰城呢? 基本上,不知为什么一说起UFO 大家就会想当然地想起美国 仿佛在这个世界上出现最多UFO事件的一定是美国 与外星人有一个最多有最近距离接触的国家 都一定是美国这样说的 但如果我告诉大家 在这个世界上UFO出现的数量最高也是最频繁的国家 并非是美国而是英国 大家又会怎样看呢? 甚至乎更加可以告诉大家 单单在苏格兰里头就是一个神秘的地区 叫做福尔柯克三国 它里头平均每年就会有300多宗UFO的目击事件出现 而更离奇的地方是 几乎是没有一个苏格兰人能够清楚知道 福尔柯克三国究竟是位于哪一个地方 对于苏格兰爱丁堡的居民来说 福尔柯克三国地区的位置 就是在爱丁堡上面 从福尔柯克到爱丁堡东面 再去到邓迪 再回到福尔柯克的三国地区之内 但对于格拉斯哥居民来说 福尔柯克三国地区 应该是在爱丁堡去到格拉斯哥 再去到斯特宁 之后再回到爱丁堡这三国地区才是真的 不过对于整个地区当中 出现的最多、最频繁UFO目击事件的 贝尼柯克居民来说 他们说福尔柯克三国地区 其实是不存在的 正确来说应应该叫贝尼柯克三国地区 即是一个由贝尼柯克连结贝尼柯克 再去到斯特宁一个 小小50平方英里左右的三国地区 至于为什么贝尼柯克居民那么自信呢? 是因为多数UFO出现事件 都是在Bonnie Beach 这个小小的城镇的附近区域出现 甚至乎在90年代的时候 媒体就曾经称呼Bonnie Beach 这个小城镇 叫它苏格兰的罗兹威尔 因为从90年代初到90年代尾 这个地方平均每一天都会有人见到UFO出现 也是根据调查的资料所说 当地居民有超过60%的人 都说有见过UFO出现 当然,如果这些居民只是暂中在天空上 见到一些难以解释的物体飞过 其实大家都可以用气球、风筝或飞机 去解释这些远距离见到的物件 但就告诉大家 如果当地居民也有无数次近距离见到 或者接触到疑似外星人飞行器的经验 大家又会怎样看呢? 例如在1992年当地的商人祸家 就曾经在Bonnie Bridge当中的 一条乡间小路开车时 看到一只三角形的巨大飞行器 从天而降 而根据获家所说 这只飞行器的底部 有很多只发光的灯 同时与一般地球人所制造的飞行器 有很大的分别 同样在1992年的时间 当地居民苏吉和家人在田园三边散步的时间 亦目击到一只和蓝球一样大小的蓝色光球 在天空之中飞行 然后当好似发现苏吉他们一家人的时间 就飞快地降落在田园 当苏吉他们惊慌地奔跑想逃离现场时 就看到这只光球 用刺眼的强杆透过树林丛木 照向他们的方向 而在另一方面 在Bony Bridge做了三十多年地区议员的布加南 除了会经常收到居民有关UFO和外星人的 各种投诉举报与咨询之外 他亦听过不少在当地因为UFO 又或者外星人出现的事故 而影响到当地居民生活的故事 例如曾经有一位男士 他因为遇到外星人的奇异经历 当中又涉及一些不可告人的内情 而在各种抑鬱心结形成了 又求助无门之下 他唯有求助布加南 话说这位男士在某一个晚上 因为胜质勃勃带同女伴 去到当地的山间小路旁边 与女伴在车上来一番烧云的震荡 而当两位程度龙时吉大腿 但又未去到震荡高峰时 这对车阵男女突然间 感觉到来自车窗之外 正是有一双好奇的眼睛 在研究人类交配的情景 而在这种异样的情况下 男士亦只能暂停下半身有节奏 但没有节制的动作 留意这对好奇的眼睛属于哪一位 但当男女双方都看出车窗之外的时间 就只能感觉到震惊 因为他们同时都能看到 全身都是黑色 身高六尺六寸 不像是地球人类的物体 只是在注视着他们 亦是当六只眼睛互相对望的时间 车阵当中的男女就开始失去意识 但又好像介乎在半梦半醒之间的状态 感觉到自己是被人带走了 离开了车厢 然后自己仿佛就好像去了一个 在电影当中太空船船舱内部一样的环境 同时他们亦都仿佛好像感觉到 自己是躺在一张手术床上 任由一些疑似是外星生物的人 去对自己的身体做一连串自己并不能理解 不知是手术还是研究的东西 当他们两人有意识时 就发现自己依然都在车上 并且有一种亡言药室 吃饭吃到一半还没吃饱 但就吃不到下去的感觉 更加是在事后 令到他们两人感觉到十分之屈满 不能够将自己的车阵遇上外星人的故事 去跟人分享 原因不是因为怕被人知道自己玩车阵 基本上在苏格兰这个地方 男欢女外其实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而他们怕被人知道的原因 是因为原来女方是男士主的老婆 所以事实上原来是一宗外星人 捉到弟弟欧大嫂的故事 同样当男士主去跟布加南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 尋常人都会用理性去分析事件 亦很可能是男女混合双打 在做出各种剧烈运动之后 下身的动作并不能够配合脑内的分泌 从而一下子产生各种幻觉 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车阵并不能够召唤外星人 但事后男士主就跟布加南说 自己是能够证明自己真的见过外星人 因为事后的时间 发现了自己拥有一连串之前未有的超能力 包括了能够在布加南议员面前 去施展身体凌空飘浮的能力 但始终这位男士的能力来源都是因为欧大嫂 所以他的故事都只能长埋尘土 并不能公开给大家知道 在另一方面 发生在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福尔阿克三角地区的怪事 都不止一单两单这么简单 话说距离Bony Bridge 20 英里 40 分钟车程的利文斯顿 里头是一个德文森林 在1979 年时,在德文森林里发生了一宗 UFO 界经典的外星人老粒人类事件 并且被老酒释放的事主事后也报警 而英国警方也有介入调查 故事是说在1979 年时 担任当地林木开发公司的 Roberth Taylor 即是Roberth仔 他经常都会去德文森林里做一些例行的林木检查工作 而在某一天,他也如常地带着他的狗狗 去德文森林散步顺便视察环境 但当他沿着森林的小径 走到森林中的某一个空地的时间 他就发现了在空地之上的一个上半部分 是半金属圆形球体 而下半部分就像一只金属碟的物体 在空中凌空飘浮 并且有时间透明,有时就显现 好像闪下闪下那样 而这个物体的形状 有些像咖啡西饼店里 摆放圆形蛋糕的玻璃罩 而他的大小直径大概是20英尺左右 有相等于两辆私家车那么长 而Roberth 更是看到飞行物体 围绕着他下半部分的碟上 就有一些类似螺旋掌或捉蜻蜓的东西在上面 而当Roberth 好奇之下想走近飞碟 想再近距离一些去看清楚 这支碟究竟是什么东西的时间 Roberth 就看到在飞碟的底部 就移出了四条金属铁管连带着两条铁梯 像是降落支架的东西 想要降落的情况 但就在飞碟将要降落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飞碟已经发现了Roberth 的存在 所以就说时辞那时快 逼了两颗 好似深海鱼雷又有些似流星锤 反正是两颗圆形有钉的金属球体出来 当金属球体落地之后 就飞快地向Roberth 的方向滚了过去 只是想要去袭击Roberth 所以Roberth 也不再愚蠢了 立刻就拔腿狂奔打算离开了 但Roberth 的两条腿 怎能不能快过两颗铁弹滚动的速度 而当两颗铁弹接近Roberth 的时候 就在铁弹的内侣伸出了一些好像触手的金属东西出来 一下就捉住了Roberth 的对脚 直接来说夹住了Roberth 的大腿 以致到他大腿内侧的地区 当Roberth 的大腿内侧被夹住了时 Roberth 就闻到一些非常刺鼻的气味 同时能够听到一些非常高音刺耳的吱吱声 之后Roberth 就失去了知觉 而当Roberth 醒了时 他依然在森林当中的空地上 但飞碟和两颗铁弹就不见了 但当他看下标时 发现自己已经暈了20分钟了 而醒了之后的Roberth 就感觉到 自己的两条腿是无比的疼痛 基本上走路都成问题 但又因为四野无人 他也唯有勉强地拖着自己的两条腿 走到自己的车上打算开车回家 但又因为车怎么也贪不着 于是他唯有连爬带滚 原本十分钟的一英里路程 他就用了整个小时的时间去回家 回到家之后 Roberth 又不知为何说不出话 但他老婆看到他十分狼狈的样子 于是立即打三条狗报警 找警察和医务人员来帮忙 而在事后,虽然英国警方 确是在事发现场找到一些 好像铁梯形状在泥土之上的粒痕 同时在沿路的四十多个地点 发现在泥土之上 亦有小小的圆形粒陷小孔 与Roberth 所声称见到的 飞碟和两粒有铁钉的金属球 是口供吻合的 警方亦在当地找不到 其他能够造成这类粒痕的车辆或物件 同时,法医也将Roberth 被金属圆球的触手 在施扯之下弄坏的工人褲 作过某种分析 发现他的褲 确是因为被某种力量急剧 向上拉扯引致受到破坏 亦因为Roberth 平日做人 都是诚实勤劳没有偷懒 所以种种的迹象亦表示Roberth 是在说真话 他是真的见到一只UFO 还被两粒海胆弄了他 但最终英国的警方就将案件归类为 Roberth 是遭到不明身份的人士襲击 而不能够继续去调查 同时亦有专家解释说 其实实情是Roberth 因为癫痱症发了 所以出现了幻觉感化 但自从这事件之后 当地社区就在德文森林里 弄了一些雕塑和路牌以及讲解 去讲解当年森林里发生过的这件怪事 虽然Roberth 的故事 大多数人听完之后 都会认为Roberth 所见到的 应该是外星人的飞行器 但当中亦有少部份的人 会认为Roberth 所见到的飞碟 因为技术十分低级 由螺旋掌和铁梯一样的降落支架 与其说是外星人倒不如说是英国政府的 实验飞行器又或是英国政府 在苏格兰更多的秘密实验之一 而说是英国政府秘密实验的这个说法 其实也挺对应到 苏格兰、福尔、奥克三角 经常会出现UFO或外星人出现的情况 因为某些苏格兰人会深信 英国政府特别喜欢把一些 骚髒、骚髒、害人不浅的东西 放到苏格兰里搞的 例如核设施或各种实验 而环绕埃丁堡地区确实有不少空军机场 所以经常会有一种说法 苏格兰人经常见到的不明飞行物体 其实是英国政府秘密在测试的一些飞行器 又或是英国政府已经跟外星人有某种感密的合作 而苏格兰里头的某一个空军基地 其实就已经借给外星人使用了 但当中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根本苏格兰的居民 他们并没有见过UFO或外星人 而只不过他们见到的是英国政府 不想让他们见到的一些事情 所以事后他们就被集体或个别催眠 以为自己是见到的UFO或外星人 实际是被人拿来做人体实验才是真实的 而不知作为观众的理由会怎样看呢? 好了,今集节目的时间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的收看,就这样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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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